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有的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套 剪映 剪映有电脑版跟手机版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电脑版 至于它的手机版 你在Play商店是下载不到的 但是你可以下载到它的国际版 也就是Capcut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手机的话 可以去玩玩看那一套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一套 简单 好用 免费 而且功能又媲美付费软体的剪辑软体 剪映电脑版 首先我们要先下载剪映的安装程式 我会把网址放在资讯栏里面 进来之后 直接点选中间的立即下载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吧 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点两下左键开启安装档 这里有一个更多操作 把它点下去 这边可以去修改安装的位置 那如果你不想要改变它的话 就直接按一下立即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毕之后 点选立即体验 它就会把软体给打开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点选开始创作 它就会进入编辑的区域 进来之后里面有几个区域 左上角这个 它就是让你放素材的地方 所谓的素材就是我们要剪辑的影片 声音 图片等等的 那现在我们要先把素材给放进来 方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到我们放素材的地方 像我现在准备了两个影片跟一个声音 把它全部选起来 然后压住左键不放 拉到左上角这个放素材的地方 然后放开 素材就会放进来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点上面的导入素材 点下去之后 去选择你要加入的素材 按开启 一样是可以的 这一套软体其实有蛮多有趣的功能 那我们先把基本几个常用的功能跟大家做分享 包含影片的剪接 配乐 还有速度的调整 以及音量的调整 甚至是字幕跟转场等等 这些介绍完之后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它其他有趣的功能 那我们刚刚已经汇入了三个素材 如果想要对素材做编辑的话 我们要先把它拉到下面的时间轴 所以我先把我的画面拉下来放开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中间就会跟着出现一个预览画面 以及右边会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 当你把第一个素材放到时间轴上之后 建议你可以先到这边的原始把它点下去 然后选择你这一次要制作的影片比例 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YouTube影片都是16比9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是要把影片传到YouTube 或者是你是要放在电视上播放 都可以选择16比9这个最常见的影片格式 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你再自己去做选择 我们这一次就先选择16比9 再来带大家看一下时间轴 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些刻度 有10秒、20秒、30秒、40秒 以此类推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的刻度再拉大一点 这边有一个减号跟加号 你可以按加它就会变大 那你按减它就会缩小 那事实上它只是让这个刻度变得比较细一点点而已 像这也是2秒、3秒、4秒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把它调到一个适合的大小 然后来进行修剪 再来你可以看到左边有一条线 中间这里显示的画面 其实就是这条线所在的位置 你可以在线上按住滑鼠的左键 然后去移动它 你就会发现上面的画面 就会跟着变动 那另外我们刚刚放进来的素材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白色的波形 这个波形它其实就是声音的部分 所以前面这一段是没有声音的 到这边开始有一些声音出现 那我们实际来放放看 要播放非常简单 中间这里有个播放钮 把它按下去就可以看了 那它开始的位置会是我们刚刚线的位置 所以我把线先拉到了最前面 我希望可以从最前面开始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吧 5、4、3、2 哈喽大家好,我是鱼 好,所以我前面这里有一个 5、4、3、2 然后才进入主题 那前面这一段都是我不要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条线拉到那个位置 然后我想要从这地方把它切开来 那要怎么切呢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分割 那它后面有括号 Ctrl、加B 这个是它的快捷键 也就是你可以用键盘的Ctrl、加B 去完成切割的动作 那我先用滑鼠 就是后半段被框起来 我要删除的是前半段 所以我先点一下前半段 接着有几个方式可以删除这个片段 第一个是我们找到这里有个删除的图示 点它可以把这个部分删除掉 第二个是直接在这个片段上点右键 然后一样有一个删除 那第三个方法是直接按键盘上的Delete键 那我一样直接到这边按删除 于是刚刚的片段就被删除了 后面的片段会被自动的往前移动 那我们再把时间轴拉到最前面 然后我们重新播放一次看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鱼 好久没更新理财心得系列了 于是它就会直接从我们要的内容开始 前面不要的部分就被我们删除了 那一样的道理 我后面这里有一段空白的部分 我不想要它 一样可以把它删掉 我就直接选到我声音的最后面这里 那当然你也可以听一下结尾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到这边我们后面这段不要了 我就一样把它做分割 然后点一下它 那我按一下键盘上的Delete键 一样也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接下来我如果想要删除中间的片段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切成三份 然后把中间给切掉 所以我要先决定 我前面要留哪些地方 我就先播放 哈喽大家好我是鱼 好久没更新理财心得系列了 好假设我前面只要到这边 我就先把它切割 然后我再找一个我后面要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听听看 存在哪里比较好 相信听完今天的分享 对 好假设我想要从这边 那我就把这边给切开 然后中间这一段我都不要了 我就点选中间这一段 然后一样我们按删除 把它给删掉 后面刚刚这一段就会自动的往前贴起 于是我们这一整个片段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鱼 好久没更新理财心得系列了 相信听完今天的分享 对你会很有帮助的 中间那一段就这样不见了 所以我们已经会把素材给删除了 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把素材给插入进去 首先我这边拉一个素材下来 按住滑鼠左键往下拉 到这边先不要放开 你可以选择你要把这个片段 放在哪个位置 如果我是放在后面的话 当我一放开的时候 它就会接在刚刚这个影片的后面 那我现在先把它删除 然后我再重新拉一次 一样我压住它往下拉 我也可以拉到两个片段的中间 然后放开 这样它就会插入在两个片段的中间 当然你已经放进去之后 你也可以再挪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挪到后面 或者是把它挪到最前面 这都是可以自己去调整它的位置的 所以这样子最基本的剪跟接 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了 接着我们来讲音量的调整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素材 它的声音的音量 听完之后我觉得它的音量太大了 我想要调整它的音量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素材 点左键 确定它是被框悬起来的情况 接着这边有一个音频 我们把它点进去 这里有可以调整音量的部分 如果你要变大声 你就往右 那你可以发现这里的音量的波形 它就有跟着改变 那我现在并不是要变大声 我是要变小声 那你要小声多少 这里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比如说我只要小声个4dB 那它的音量就会降低4dB 给大家稍微听一下 那你如果还是觉得太大 你可以再调整 比如说我调到降12dB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明显的差别了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也可以把它拉到底 拉到底的话 它就会完全静音 那静音有什么好处呢 静音就是当我们要对它做配乐的时候 因为有些画面 我们是不希望它有声音的 我只想要有我的配乐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拉配乐下来 那我们一样 在这个音乐档上面 按下左键不放 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音乐档要对齐哪边 那它基本上就是会放在 影片档的下方 所以如果我是想要 让它在最后这个片段才出现的话 我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那当你靠近这个影片 它连接的地方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条线 自动的贴起 这是帮助你可以快速对齐 应该要对齐的位置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让它对齐放开 于是呢 我在这个地方播放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听到 要有配乐的声音 好那音乐的部分 好像有点小声 所以我一样 我可以点一下这个声音档 然后把它的声音加大 那我们再播放一次看看 类似像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音乐太长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影片的最后 就把时间轴 拉到最后面这个地方 放开 然后把音乐这边 切割 跟处理影像是一样的方式 然后把它删除 于是后面这个地方就对齐了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点一下这个音乐 然后对它进行弹入跟弹出 我可以拉这个弹入时长 你可以看到它的音轨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弹入的部分 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它要弹入的位置 还有它要弹出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它进来就不会直接进来 它会从小声慢慢大声 给大家听一下 那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 要结束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变小声 所以它可以做一个弹入跟弹出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设定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速度的调整 比如说我这段影片的速度想要调整 一样我先点选它 然后找到这里有一个变数 那我们今天就先只讲比较常规的变数 也就是它整个影片的速度是一致的 不会忽快忽慢 那它这边提供了两种的变数方式 第一种是使用倍数 第二种是自定时长 自定时长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段片段变成你要的长度 这个对于我们有一些配乐 或者是有一些空档需要去补齐的时候 就非常好用 所以假设我这边把它改成8秒 那当我按下Enter键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8秒长度的影片 然后这边就告诉你它做了1.4倍的变数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调整这边的倍数 比如说我把它拉到6倍好了 这边就一样秒数会跟着变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6倍的速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6倍速度它播放的情况是怎样吧 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经过6倍加速的一个画面 那当然下面这个声音也是可以变数的 我们一样先点选声音 右边有一个变数 这边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它变成6倍 这边输入6然后按下Enter 那播放起来会变怎样呢 我们看一下吧 其实变成一个蛮好笑的一个情况哦 好啦不玩了 我先把这两个删掉 那在要删除素材的时候 你也可以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拉出一个框框去选素材 那所有被选起来的素材都可以一次做操作 所以像我现在选的这两个 然后我就可以按Delete 它就会一次删除掉这两个素材了 再来我来讲一下转场 它这边有一个转场可以选 我们把它点开来 然后里面就有非常多转场的效果 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你想要的转场 那你把滑鼠停在上面的话 它可以做一个预览 那你就可以从里面去找 左边有分类 你可以去从这些分类里面找到你想要的转场 那它下面都有一个下载的符号 因为这些转场 它一开始并不是放在电脑里面的 你必须要下载之后才能使用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一个 例如这个好了 拉远 然后我把它点一下 它就会自己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这两个画面的中间 我们刚刚这里有切断嘛 放在这个地方放开 它就会把转场摆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就可以从这边按下播放 刚刚就有一个转场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当你点选这个转场之后 这边一样有参数可以调选 你可以选择转场的时长 比如说把它开到1.8秒 然后我们再看一次 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变得超长了 有没有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理财心得系列了 相信听完今天的反应 或者是你也可以点第一张 然后到你要选的最后一张 按住shift键不放 点下去 这个算是基本的选档案技巧啦 然后把它全部一起拉到下面来 放开 它就会把照片全部摆进来了 当然你一样可以自己去调整 照片之间的位置跟顺序 调完之后我们来做一些好玩的 我先把前面这个影像删除 然后我们很常看到 所谓的幻灯片播放嘛 也就是说我在这些照片里面 要让它去播放 同时要让它有声音 这时候我要先设定 每一张照片它的时间长度 所以这个照片它其实 你只要把滑鼠移到它边边的地方 然后它就可以拉长或缩短 就可以调整时间的长度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秒数嘛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是几秒 但是现在这边秒数都是被挡住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拉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秒数 那它预设的话 一张照片是三秒钟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调 比如说我不要那么长 我想要改成两秒 就可以自己去拉 把它拉到两秒 然后这边我就可以拉长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先把它全部改回三秒好了 直接全部删掉重拉 可能比较快一点点拉下来 好所以现在每一张照片就是三秒 接着我要在它们中间去插入转场 那我刚刚讲的 这边有个转场 里面有非常多的方式 那我就随便拉几个 哎呀要先下载才能拉 所以你要先点一下让它去下载 好了它下载好了 那我们就把它拉下来 放在第一个 那我再挑几个好了 比如说这个点一下让它下载 然后我们刚刚的拉远 也把它拉一个过来 好这个也下载好了 拉一个过来 所以可以自己去挑各种的转场 然后把它拉进来 那全部拉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成果 也就是一张照片 然后它会经过转场 然后三秒钟之后再做一个转场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些照片 我们再把它配上音乐的话呢 它就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效果 所以现在我再把音乐给放进来 那我再挑一个新的音乐好了 我们再导入素材 然后这首音乐 把它拉下来下面放 贴齐 那接着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前面是没有声音的 声音是从这里才开始 所以我可以把时间轴拉过来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音乐的前面切开 前面删掉 再把它往前拉 哦 我刚刚犯了一个错 我图片放进来的时候 忘了先把它改成16比9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它是原始这张图 也就是4比3的一个画面 它这样4比3是填满的 但事实上 在萤幕上面显示 你用16比9的时候 它旁边是会有黑边的 这就会导致你在影片制作上的时候 对于摆放的位置可能就会有误差 所以记得如果你是做影片的话 一定要把它改成16比9 好 那我们接着呢 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啦 诶 我们好像还可以再多做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是前面的弹入跟后面的弹出 好啦 那我现在把这个时间轴 拖到最后面这里 然后先把这个音乐的部分 后半段把它删掉 那我们对音乐做个弹入跟弹出 我们都做个2.5秒好了 然后把它拉成2.5秒 两个都一样 那就来看一下成果吧 接着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字幕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文本 我们把它点下去 里面会有默认文本跟一些花字 那花字就是你看到的这些样式 它也可以下载来 然后把它拉进去 那我先从默认文本开始 我们先按住 然后把它拉下来放开 这个你可以去调整你要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让它在第一张图的位置 后面一样我们可以把它时间缩短 那我把它对到我转场之前这个位置放开 接着把时间轴拉过来看一下效果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默认文本在这里 要改文字的话 点一下它之后 右边这里可以去选择 我们在这边去做修改 比如说我们叫它新色花海 当你改完文字按下Enter之后 这个地方也会变成你所输入的文字 那这里有字体 不过大家使用字体也是要注意一下版权的部分 那下面还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 比如说你可以改变字的颜色 或者是做一个粗体 那下面这个地方 它也可以改变它的位置 只是一般不会有人从这边去按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字 然后拉着它移动 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下面这里还有一些预设样式可以选 比如说你可以选这个 这个 这个 你可以自己选 那这边的预览画面就可以看得到 包含后面这个有色块的 它就是直接有一个底框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在下面一点点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自己去选择描边的颜色 比如说你可以选白色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挑了之后 再来这边针对你个人喜欢的描边 去做颜色的改变 当然描边的粗细 你也可以在这边去做选择 那如果不要描边 就把它直接取消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其实可以玩的东西还蛮多的啦 包含你要做阴影 那你的阴影要什么颜色的 这些都可以去调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它做动画 那这个地方就有动画 我们把它点下去 这里有一些动画可以选择 有入场跟出场或者是循环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吧 你把滑鼠停在上面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出那个东西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想要弄一个空翻 我就先点一下它下载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空翻的效果 那因为刚刚非常快 这边有一个动画时长可以调整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1.4秒 那它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了 按一下播放 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为它选择一个出场的效果 比如说这个好了 我们就把它点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它的效果啦 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当然这个东西都可以自由的去设定啦 你不要出场不要入场也是可以 就单纯一个字直接出现在那里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拉一些文本进来 然后调整它的位置 调整它的文字 跟调整它的一些特效 这一套软体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自动识别的字幕 可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字幕 会有另外一套用法 这个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把我刚刚讲话的那一段再拉进来 然后我们一样回到文本 这个地方有一个识别字幕 把它点下去 然后点选开始识别 它就会去根据我们刚刚的影片 然后去识别里面人声的部分 那现在识别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突然觉得这个字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们先来做一下调整 先随便点选一个识别的字幕 然后这边有一个打勾 它是告诉你 我们等一下做的调整 会应用到全部的识别字幕里面 那如果我只是想要调整单一个字幕 我没有要全部的字幕都调的话 我这个勾勾就要把它取消掉 那因为我现在是要全部都调 所以呢我就先勾着 那我们来选一个比较清楚的好了 比如说这个 那当我选好之后 因为它会套用到全部的字幕 所以你会发现其他的字幕 也都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字幕其实目前是简体中文的 那我们台湾主要是看繁体中文 所以这个部分就还要再做调整 这个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辨识的一个效果 怎样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3 2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好久没更新理财心得系列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理财 超重要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所谓的紧急预备金 其实光看前面感觉还好 但是像这种自动识别 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断句可能会断得很奇怪 比如说这个地方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应该是一起的 可是呢 它把我是雨放到下一段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平常不会使用自动识别字幕的原因 因为我希望断句的部分可以断得更好 那如果像这个地方我要修改就很麻烦 我必须要把这个我是雨拉到前面去 然后再做长度的调整 其实这样花费的时间反而是更多的 不过它的辨识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个功能 来帮助你字幕可以上得更快速一点 另外这个字幕的位置也是可以调整的 你可以自己去移动它的位置 那比如说我现在置中 然后让它往下一点点 这样的话 我所有的字幕都会跑到这个位置来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自己去调整的 哦对了 还有一个东西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Braw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Braw的 我现在把我要做Braw的图片摆进来 放开 它会摆在原本影片的上方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位置 那调整之后我们一样可以从里面去调整它的大小跟位置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做到 当片段出现到这边的时候 它就出现那个Braw 给大家看一下 类似像这样子 那当然你要放的是影片也可以 比如说我再拉一个进来 放在这里 它可以做很多层 那我这时候呢我就把它拉过来 然后叠在一起 这个Braw我们一样可以把它拉小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影像是压在这张图上面的 如果我希望这张图是压在影像上面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右边这里往下滑 它有一个层级 那这个层级就是决定谁在上面 谁在下面 所以我如果现在把它改成1的话 它就跑到后面去了 2的话它就在前面 类似像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每一层它的层级 那我现在把这个都拉到最前面好了 因为前面比较安静 然后呢我把这个时间轴也拉过来 接着把这个Braw拉到右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播放一下 你就会看到 这边是同时有两个画面的 那正常来讲 我们如果是拍摄Braw的话 通常是整个画面盖满啦 比较少会放在边边 放在边边就是辅助说明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调整它 好啦 依据我的经验 这部影片应该至少也有15分钟了 那我最后就把输出给讲一讲 然后我们基本功能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它还有很多好玩的功能 如果这部影片的流量跟反应都不错的话 我再来考虑出下一集介绍它其他功能吧 那最后我们来讲输出的部分 当你影片都制作好之后 你就可以按这边的导出把它点下去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选择分辨率 也就是我们的解析度 基本上它最高可以做到4K60帧 那我们的影片因为原本就是1080p 所以我就选1080p 码率的话就是所谓的位元速率 它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同一个解析度底下的画质 以及你档案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预估是84MB 那如果我选更高的话 它就变成131MB 所以这个地方就看个人去选择啦 那我自己从这边看起来 它推荐的位元速率应该是16MB 以上传YouTube来讲的话是够用的了 所以并不需要调到最高 那当然如果你是要放在其他设备上面看的话 而不是要上传到一些网路平台 那你或许就可以选择更高 然后让它的画质更好一点 那编码的部分 它有H.264跟HEVC可以选 H.264它比较通用 几乎大部分的设备都可以支援 HEVC就不一定每个播放器都能支援了 不过如果你是要上传YouTube的话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啦 再来就是格式 格式可以选择MOV或MP4 那一般来讲我们是选MP4 最后就是帧率了 帧率看你要选多少 那一般的影片通常是30帧 那如果你的原始素材本来就是60帧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选60帧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原始素材是多少的话 通常就是30啦 所以你就选30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上面这里的档名跟输出的位置 你可以选这个资料夹 调整到你要输出的位置 它预设是在本机的影片里面 那我们先不动它 最后我们只要按下导出 它就会把整个影片输出 你就等它跑完就可以了 输出完毕之后你就按关闭 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去找刚刚那个档案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输出完成的档案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这样子你的影片就输出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其实我没有想到今天这部影片会这么长 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些内容就做成一集就好 不要分成上下集 这样大家才可以看完这一集之后 就从剪辑一直到输出成品都能够自己完成 就能够做出自己的作品 那也希望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是有帮助的 分享无损运己有助他人 我是云我们下次见啰